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就陪同主席往帮我走 向主席报告 这里是火车山医院办公楼 到了这里以后 主席自觉地接受了体温检测 烧冰箱的报告 主席体温正常以后 我们陪同主席进了办公楼 到四层进行了视察 主席对于病人的救治情况 非常的关心 特别是重症患者的救治 详细了解病人的救治 都有什么方法 什么手段 主席对疫情的研判 这个形式的研判非常准确 各种数据记得都非常准 包括我们今天发病多少人 现在有多少存量病人 有多少重症病人 记得非常清楚 他对我们广大一线人员的关怀 关爱特别让我们感动 反复强调要保证好 这些我们一线人员的生活 安全还有休息 让我们一线人员有更好的经历 和战斗激情投入在一线工作当中 这个让我们一线人员深受感动 刚刚我站的位置就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看到主席从我们机关楼下楼的灿烂 当时心情特别激动 我们的心彼此都在一起 肯定了工作以后 他又对我们下一步工作做了一些部署 他特地强调了不放松 是希望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 做好自身的防护 我想这就是主席对我们医务工作者 最大的一个关爱和关心 当总书记走下车门 亲切地对我们说 由于这个特殊的时间 我们不能跟你握手 我们听了以后非常的感动 总觉得总书记非常亲切 随后我们这周边的居民 纷纷地走上了这个阳台 大家都纷纷地喊 总书记好 总书记好 欢迎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 那么总书记深情地望着大家 也跟大家纷纷地致意 总书记就来到了小区的居民生活 物质保障的供应点 主要是了解我们这里供哪些菜 供给谁 每天供应多少次 怎么样的去送到我们这些 困难群众的家里去 详细了解平价菜的供应和渠道 总书记又特别问了 老百姓能不能吃上肉 我们的工作人员 也跟总书记一一做了一个回答 �死6多了 当时拿团体叛,拿团体叛起统 让是的,哪有一个是 洕的时候,拿团体叛起统 那个其他菜摄子 在建议上找一个夜店 都换完一叁封的 再堅持,再堅持,堅持 同樣地看著舉起來,要請舉著那種 我說的,幾種心情就是萬難表達出來 有的時候,舉著叫我們堅持下下的時候會滿堪的 有的時候我們一定要請主席的話 好好在家裡堅持著 等到聖地到來,是吧 我們家裡的人都紛紛走到陽台 來跟我們的總書記去打招呼 在這種疫情期間 總書記能夠來到我們小區來問問我們 我們的內心都覺得非常的溫暖 也非常的感動 也給我們帶來一種積極的信號 總書記沿途查看了社區警務室 物業中心和衛生服務站以後 就來到了我們的這個 東湖新城社區的黨群活動中心 在這個門口,總書記測了體溫 後來總書記呼籤地說 這體溫合格嗎 大家都非常親切,你知道吧 很隨和 隨後總書記就來到了這裡 和我們的網格員進行了溝通 交流 總書記來到了我們社區黨員活動中心的門口 就在這一個棚子下面 與我們各方的代表進行了座談 總書記很親切地了解了大家的工作情況 也對大家的心情付出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讓大家感到非常的溫暖 更有信心,更有底氣,更有力量 總書記跟我們說 就是他一直都很重視社區的工作 然後到現在這個疫情發生之後 他表示他會更加地重視社區的工作 我們一定要有這個信心 也有這個能力 來取得最後的勝利 疫情結束之後 我想回去上學 想逛街 想喝奶茶 想出去玩 今天我騎車到這裡來的時候 看見路上的櫻花也開了 所以我相信這一切都在變好 大家都能回到校園 回到工作崗位 春天到了 希望之後的武漢 能夠像它的氣溫一樣 紅紅紅紅紅的 恢復到原來的狀態 這樣的一種溫暖 這樣的溫度 是我們每個人 一個老百姓最希望得到的 武漢的春天來了 艦船 破壞 在 溫度 溫度 溫度